冯甲大学及政治大学的两位校长 从对方手中接过签约文件 宣示两校正式缔结为合作伙伴 未来两校将针对冯甲大学侯胜中主任 利用两年的时间所研发出的 区域治理创新系统 进行大学、政府以及产业资源的有效整合 以其带动地方发展 有关整个治理创新 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包括很多公司学历的治理 包括城乡创意 包括很多的这种社会智慧的资本 还有很多社会的创新 来思考我们将来在地方治理上 怎么样有很重要的一个新的思维 来带动很多新的社会的一个发展 中部地区开始找到了冯甲大学 那冯甲大学跟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 包括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 甚至于苗栗跟云林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合作模式 一方面冯甲大学在地服务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 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链接这个政大 链接其他的学校的相关的一个作为 我相信能够丰富我们整个 所谓的创新治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让这个每一个地方政府都能够受惠 这道新系统主要是希望借由客观的调查数字 深入地方互动 开创在地特色 像是过去他们就成功的在宜蘭县推出可食风景计划 也就是家家户户外面都种可以吃的植栽 一来可以料理 二来可以美化环境 达到双赢的局面 而首场推广活动上 宜蘭县政府也亲自派人前来站台表达支持 这个自理创新平台 如果它是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系统 何不跟每一个县市能够分享呢 所以在未来这一年内 我们将由政治大学 跟全台湾几个主要的大学 包括像在今天的冯甲大学 能够将这个系统能够推往全台各个县市 自理创新平台推广从17号起 将陆续举办六场系列活动 希望从中台湾开始将自理创新的理念 延伸到各个城市 再从社区由内而外活化 进而带动台湾整体发展 记者杨春桓 台中财团报导